佛像 佛陀是不是給我們 歡喜 給我們 光明 所以用紅色的 這樣大家有記得 一家族的有記得 好 再來就是起佛 我講國語都可以 都聽得懂 我們起佛組的桌上呢 會放一條 布織布白色的 這是可以 弄濕的 然後有一根木棒 還有一條 毛巾 這個毛巾一定要是乾的 不可以弄濕喔 這個是等著說你用布織布 擦起佛像的當中呢 再用這一條乾的 毛巾 才把佛像再擦乾 所以呢佛像不可以 等說擦完之後呢 濕濕的 上面都有水 所以呢會為大家 再準備一條乾的 抹布 那這根棒子呢 木棒是什麼作用 我們佛像這個是 髮鏡 還有一些衣服的皺褶 有時候我們不好擦 就是用這個棒子呢 把布織布包起來 然後下去擦 輕輕的 不要太用力 不然佛像是很 四十幾年了 怕你太用力了 會把氣擦下來的 這一點要大家特別注意 因為呢我們在洗佛啊 我們在洗佛啊 等於等於說要用公敬心 等於說把佛像擦洗乾淨 也等於在清洗我們的內心 所以呢 我們要 為什麼要放佛號 就是我們一邊念佛 一邊來擦洗佛像 在擦中呢 你能夠擦出定理 能夠擦出開悟來 你今天呢 才踩這一張呢 就沒有白費了 因為呢我們藉著 在作物當中 也是一種修行 你能夠把握這種 作物的修行 是 最了不起的 因為你能夠在洞中 保持心靜的 那一種安定 那一種平靜 你才能夠 隨時隨地呢 讓我們的心 沉浸下來 我們心呢 沉浸下來之後啊 你遇到任何事情 你就 會迎刃而解 你就會想出 欸這個事情 我要用什麼方式 來解決 所以呢今天呢 需要借著洗佛 這個動作呢 來培養我們的定心 這是擦洗佛像 要特別注意的 那我們接佛呢 你要注意 那個動線 動作不要太快 不急 慢慢來 你要把佛像 接下來的當中呢 你一定要 確定 我的佛像 交道給對方了 我們拿佛像呢 要兩隻手 一隻手呢 放在佛像的頂座 另外一隻手呢 扶著佛像的肩膀 這樣子交給對方 對方接到了 你確定對方接到手了 你才可以放手 這個當中呢 也是要很專注 所以呢 我們在工作當中啊 避免 講話 你講話 一定會 散心 散心的話 你就會分心 分心當中 在工作當中 就會比較 出差錯 所以每一年呢 都會跟大家叮嚀 我們做 這項工作 要很專注 要很用心 要用虔誠之心 來做這項工作 那你大家呢 今天 能夠 實際上去體驗 什麼叫做 開悟 開悟就是 我很專注的 做一項工作 你專注的去做 把這項工作完成 你一定會體會到 什麼叫做開悟 這個 要每一個人 自己 去體會 不是 別人來告訴你的 有的人 他會覺得說 哎 佛菩薩為什麼跟某位師姐 都有感應 這個師姐呢 跟佛菩薩呢 都有靈感相應 這個就是他做事情很專注 念佛也好 工作也好 心中有佛 所以他能夠 實時跟佛菩薩相應 所以呢 今天呢 就是簡單的跟大家 請大家注意 專注 用虔誠 來做這項工作 來做這項工作 這樣的話呢 我們每一年都有來洗的 有的呢 洗出心的 他有 他有感悟到 佛菩薩的 跟他的 心心相應 的那一種 好 那一種的 呃 我們講說 那 跟佛菩薩互通啊 有來電 所以呢 我們今天要自己 要去實實在在的體驗 不要 等著來這一天呢 就把 美好的時光 浪費掉了 我們要把握 休息的時間 好 陰架組都有到齊了嗎